女生你信王 你有王者风范 那也不行 行啦 而且男生你看 你在女生面前 就是四个字 服从就范 这不是 你潜意识地认为女生 她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对的 她给我灌输这种思想 不管她做了错事还是对事 那都是她的对 那我想和女生说 你这样的一种做法 她不反弹不反抗 在很多方面 她确实是喜欢你 换了其他人 你去试试 我也没有给她说那么强势 就是 不用强势 她说的几个自行车也好 织衣服也好 说到织衣服 你们两个大学离得近吗 不近 我要去找她 得需要一个万小十左右 也就是说 她 让你 一个多小时 再一个多小时 去把那件 试衣服穿回来 对 你雨昕喝了 洗了 谅解一下不行嘛 你这真是霸道 太霸道 太太霸道了 当然你再这么霸道下去 你真的成不了她的太太的 我想今天她就是不了 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男生 男生也在看着的时候 哇塞 幸亏不是我的女友 真的 我儿子一定 下次为止 你惊吓到大家了 男生 我还是想说 你以后真的 出不了门 也不要从二楼 或者更高的楼跳下去了 好吗 珍惜生命 珍惜我们的生活 好吗 好 谢谢波红兄啊 女生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外表很精致 但实则 廉价感很足 作为 长你几岁的姐姐 我觉得 你如果 要这样的 再继续把自己 装扮成公主的话 你会把你自己人生毁了的 你觉得自己是公主 在家里 爸爸妈妈把你捧眉 掌上明珠 没问题 可是你知道公主 最值得让人 喜欢的是什么吗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懂得尊重别人 也懂得让别人尊重他 你想要让所有的人 把你当成太阳 围着你转 没有问题 但是太阳 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它会带给人们温暖吗 你这样 并不会让别人珍惜你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把自己的分数拉低 男生 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 在于你 所有他的种种的行为 都是你迎合呀 就那句话 你惯的 是因为他第一次 让你这样做 你就好 顺从 第二次顺从 现在你忍不了了 你为了留住他 你也不择手段呢 所以你现在说分手 那你就干脆分呢 你这样一直拖着他 也是在害他 你之前满足他一次又一次的 这些要求 你最后把他逼到了这个绝境上 然后把他推下去 所以最可恨的就是你 这些事你怎么都能答应去做呢 是原则问题呀 穿着湿的衣服过去 不会感冒 不会生病吗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有点理智好不好 爱情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不是爱情里面有人生 是人生里面有爱情 记住这句话就好 谢谢 谢谢 来 余老师 我先采访一下莎娜老师 你在热恋的时候 有没有一小段时间 和这个有点小类似 没有 还没有 我真不是这样 那是比较少见 她的爱情是非典型爱情 不用采访 恋爱当中热恋的时候 小女生有那么一段时间 像这种表现 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 坐一下闹一下 是吧 但是这一下子三年 这可能就让人受不了了 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 一开始不这样 在我看来 她就是一个小女孩 不是22岁的小女孩 可能是15 6岁的小女孩 这几年 你没长大 用我们心理学的话 叫退行了 你退行到更小的年龄段里面 也就是说你这种行为 在热恋当中 一段时间 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如果 在三年时间里面 到今天这个状态 还这样子 那就说明 你在拒绝成长 你在享受 15 6岁的 这么含实的一个状态 有人疼 有人呵护 我怎么撒娇 多有人配合我 所以你享受了这个状态 但是我说 这个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如果 继续成长的话 等过几年 你突然发现 她真的走了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晚了 所以这要成长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男朋友想对你好 和男朋友应该对你好 这两句话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是她主动的 一个是我认为的 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 你看说多好啊 那我先问一下 现在男朋友 一味地配合你 你认为 她是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被动 被动的 她就很累了 一旦进入被动的状态 她就不愿意做 就抗拒 甚至不惜 来撕毁你俩的关系 以分手作为代价 因为她太累了 一次两次可以 但时间长了 她就受不了了 还有 为什么三年你没有成长 因为这三年下来 男朋友的各种配合 都替你表达了你的情感 这就说明你内心 缺一些东西 缺的可能是对人生的规划 是学习上 做人事方面 等等等等 缺很多东西 但是男朋友 他只能一时性地给你 他不会一直给你 一个能够这么将就你的男朋友 今天他已经说了 要跟你分手 你应该要悬崖链马了 男生呢 就还是那句话 那是导演 你是演员 你可以有扒演的权利 你一味地顺从 他变不好 只能让他慢慢退回到 十几岁小孩的状态 要长大 不能一直是个小孩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有担当 未来比如说 当你结了婚了 你有孩子的时候怎么办 包括你的父母老了 你能不能用能力去 赡养他们 这都得需要你考虑 所以到此截止 差不多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 谢谢余老师 我其实刚才听到一个细节 挺感兴趣的 就是说川儿问说 你有什么把柄掌握在女孩手里呢 女孩说我给他父母打电话 那他父母应该是 蛮喜欢你的 你在他面前 绝对不是这样的表现哦 在长辈面前肯定 就是要乖巧一点嘛 毕竟长辈肯定不太喜欢 疯疯癫癫癫的丫头 他也懂收敛 懂 是的 他懂 那其实这里面 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不分手 他说分手 其实是你离不开他 他随时可以走 他之所以没走 是因为他还是喜欢你 他能把你这些所谓的 作呀 这种过分的举动 视为撒娇 这是你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他是能够懂的 但即使他懂 他受不了 他可能今天说分手 也只是无数次分手的一次 绝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离开他 这个能够是说 你具备离开他的能力 你有吗 没有 你的世界里好像只有他 因为你太过于关注他 对你的每一次 细小的反馈 太过于放大了 把生日放大到一个月 把所有的细节 做到极致 这是你的问题 你离不开他 所以在爱一招当中 你迷失了自我 这很危险 当然 可能年轻人 都会处于这种阶段 但是你要迅速地觉醒 你要知道自己 除了他以外 还有别的事情 还有别的 更多地让你去追求 让你去实现价值 体现你的价值的东西 可能马上毕业的工作 可能更多的友情 更多的这些 自己的技能成长 而不仅仅把身子 都放在他身上 就从他现在 对你的事实 答应的这种状况 是靠不住的 因为真正成熟 可以靠住男人 会知道 在事实的时候 拒绝你 让你吃一欠 长一智 让你能够成熟起来 那是真正的爱 做好这一点 你就知道 怎么相处这段关系了 男生也是一样 我不相信你能离开 你只是很无奈 你爱的能力也不强 真正的爱 不是这么百依百顺的 你会受不了他 把这些细节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 去掌控好 好吗 我希望你们俩 能够继续走下去 好 谢谢曲总 姑娘 咋要他们说的 挺有道理的 你呀 接着扛吧 这手艺师半会儿分不掉 那除非他也愿意 写一万字检讨给我 那你就是小孩吗 生活挺平实的 其实你们俩看 今年大四对吧 嗯 你们俩马上就面临要进入社会了 爱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 其实他这一段 这么依赖你的时光 也许对你来说 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一段美好回忆 不如社会 他会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你也会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他会快速地成长起来 你也会成长起来 那个时候这段撒娇打闹的日子 可能是最美好的岁月 再让你们这么闹 再让他这么胡来 他也来不了 珍惜 对于你来说 过了 那个年龄过了 余老师用那个退行用得多好啊 非常专业啊 你要想一想 反思反思 嗯 面对生活 请你们慎重 长大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挺喜欢你的 我觉得老师说那么多 我不是不能改 我就是怕你走 我总觉得如果我不霸道一点 你可能下一秒就走了 我也可以改 一直在一块三年了 我从开始我挺温柔的 因为我觉得你喜欢我 肯定能接触我所有的缺点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你 我就觉得我们就一定会走到一起 我才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也知道那些事情 太过分 可是我总是很感性 我就是觉得 你喜欢我 你就要宠着我接受我 我就是希望我们俩不要分手 我会考虑的 嘿嘿嘿嘿 姑娘说得好啊 其实人家越喜欢你 不是越应该珍惜这份喜欢吗 别再任性了啊 行了 这些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好不好 来请开门 我爱你 别开门 你能在一场都结果 你只想睡了 你也在 你只会拆尽的心 谢谢 谢谢